伊亚颂制服公牛 伊亚颂高高兴兴地回到同伴们中间 美迪亚走向她的侍女们 她清洁地登上车,赶马起步 马便自动朝着回家的方向急奔而去 转瞬间,美迪亚就回到了王宫 这当儿,伊亚颂告诉她的同伴们 美迪亚刚刚教给她一种神奇的魔药 并拿出油膏来给大家看 所有的人都很高兴 只有伊达斯坐在旁边,记得只咬牙 第二天早上,他们派了两个人到埃尔推斯那里去拿龙牙种 国王埃尔推斯把当年卡德摩斯在推败杀死的那条龙的牙齿给了他们 在把龙牙交给他们时,他很自信 因为他相信伊亚颂是绝对不可能活到把龙牙种子撒到弟弟的时候的 就在这天夜里,伊亚颂按照美迪亚的吩咐沐浴,献祭赫卡推女神 女神听到她的祈祷,从地下洞底走出来 那样子十分吓人 周围全是丑恶的龙 龙嘴里都闲着直冒火焰的橡树枝 弟弟的狗也围着他狂吠着蜂拥而来 野草在他的脚下不停地颤抖 法西斯河的女神们也被吓得嗷嗷地乱叫 连伊亚颂往回走时,听到背后的嘈杂和犬吠也吓得毛发倒数 但他一丝不苟地遵守着美迪亚的要求,绝不回头 直到又回到同伴们中间 这时,昭霞已在高加索的雪峰上挥映 艾尔推斯穿上他与巨人战斗时穿过的那幅坚硬的甲皱 戴上似羽的金盔,抓起四层皮革的重盾 除了他和赫拉克勒斯,再也没有别的英雄能够举起他 他上了车,抖动缰绳,车便急迟出城 后面跟着数不清的民众 他想观看这一幕好戏,却像亲子出战一样披挂起来 伊亚颂按照美迪亚的指导,用魔油涂抹了他的剑、锚和盾 同伴们围着他,都想用自己的武器跟他的锚较量 但他的锚毫无损伤 他们的武器甚至不能使他的锚稍有弯曲 见到这个情景,伊达斯很生气 他举起剑来,猛地向枪柄砍去 但他的剑就像铁锤落在铁毡上一样,被挡回去了 英雄们看到可喜的胜利前景,都热烈地欢呼起来 现在,伊亚颂用油膏涂抹了身体 他立刻感到四肢增添了奇异的力量 双手脉络仗起,更加有力,渴望投入战斗 就像一匹临阵前的战马 精神振奋,数而扬头,马蹄踏地,放生思鸣 伊亚颂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他伸展了一下身体,高抬起腿 手中举着长矛,挥舞着盾牌 英雄们随同他们的首领来到阿瑞斯田野 便遇到了国王埃厄推斯和一大群科尔喀斯人 船一到,伊亚颂就手持毛和钝跳到岸上 立刻收到一顶装满尖锐的龙齿和金光闪闪的战盔 随后,他用一根袋子把剑背在肩上 大步走上前来 像阿瑞斯和阿波罗一样的威武庄严 他在田野上环顾四周 很快就看见了驾车的金属鳄放在地上 旁边有梨华 这一切器具都是刚制的 他仔细看了看这些农具 把枪头固定在他的长矛的坚硬的枪杆上 又把战盔放在地上 然后,他带着盾往前走 去寻找公牛的足印 但这些被关在地洞里的牛突然钻出来 从另一侧向他猛冲 伊阿颂的朋友们见到这些怪物 无不下的失魂落魄 伊阿颂却岔开双腿 窥然不动 他持着盾牌等待他们的进攻 就像海边的岩石等待海浪的冲击一样 公牛也真的晃着起脚向他冲来 但他们没能使得后退半步 就像在夜练场里 风箱煽起熊熊的火焰 他们反复咆哮喷着火焰向前冲击 炽热的火光像耀眼的闪电射向这位英雄 但少女的魔药保护了伊阿颂 最后,他终于从左侧抓住一头公牛的脚 使出全身气力,把他拖到放铁鳄的地方 到了这里,他把他踢倒,让他跪在地上 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制服了第二头牛 牛飞快地冲向他 他只一击,就把牛打倒在地 然后,他甩开他那宽大的盾牌 在火蛇的铁饰下用双手死死按住被摔倒的牛 连埃厄推斯也禁不住惊叹伊阿颂的神力 这时,卡斯托尔和波里丢克斯按照事先的安排 把放在地上的恶递给了他 他连忙把他套在牛脖子上 然后,他又抬起犁套把他扣在恶的铁环里 那对孪生兄弟赶快跳离了火焰 因为他们不像伊阿颂那样不怕火烧 伊阿颂则又拿起他的盾 抓起装满龙齿的战盔 手持他的毛 赶着暴怒而又喷射火焰的公牛 拉着铁梨往前走 由于拉梨的牛和扶梨者全都具有神力 所以,土地离得很深 巨大的土块嘎嘎响着 在梨沟里被粉碎 他买着坚定的步伐跟在后面 把龙齿撒在龙沟里 同时小心地往后头顾盘 看这些龙齿是否已经长成巨人 向他攻击 公牛迈着铁蹄往前走着离地 整片土地尽管足有四亩 但到了下午 已经被不知疲倦的耕种者全离完了 他把公牛从梨上卸下来 用武器朝牛一发喊 他们就越过开阔的田野逃跑了 他见龙沟里一直没有长出巨人 便回到船上去了 同伴们围着他欢呼 他却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用战盔盛满河水 咕嘟嘟地喝下去 以解火烧火燎的焦壳 他活动了一下他的膝关节 心中充满再战的渴望 正如一头狂怒的野兽 冲着猎人磨牙 这时整片田野都长出了巨人 整个阿瑞斯丛林里 到处都是盾牌和长矛 掌盔闪闪发光 闪烁的光辉直达天穷 亚颂想起足智多谋的美迪亚的话 他轻而易举地搬起一块四个壮汉 也抬不起来的巨大原石 把他远远地抛到那些 从地里生长出来的武士们中间 他自己则勇敢而小心翼翼地 藏在他的盾牌后边 科尔喀斯人大声呼叫 连埃尔推斯也无比惊叹地注意到了 亚颂怎样把巨石抛制出去 那些土里生出来的人 突然像猛犬一样 相互冲击撕摇起来 都呜呜地怒吼着相互残杀 他们在相互拼杀下 像被旋风连根拔起的树一样 倒在他们的母亲大地上 但他们仍在憨战时 亚颂拔出宝剑 跳进去左砍右刺 把还立在那里的人砍倒 把刚长到尖高的人 像割草一样削平 对其他人则割掉他们的头 龙沟里血流成河 负伤者逃往四面八方 许多人一脸是血 又像从地里冒出来一样 深深地沉到土里去了 国王埃尔推斯不禁被震怒了 他一句话也没说便转身回城 心里只想着怎样才能更有把握的 致服一押送 然后再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